以前听了不晓得什么意思 现在懂不 所以我就很欢喜接受这个 到了五年之后 我向老师报告 我说老师这个方法我很有受用 我自动再延长五年 他笑笑 我遵守李老师 这个三条约发的是谁 这更迭 你跟一个善知识学是一条路 你跟两个人学是两条路 三个人学是三叉路口 四个人学是十字街头 你怎么学 你怎么能成就 然后我们在恍然大悟 现在学校的功课 拍得叫很糟糕 每一天那么多老师 那么多过程 学生脑袋全是叫糊 一大糊涂 我是这样学成功的 所以我在新加坡办这个 这个红发人员培训班 时间就三个月 三个月学生就学一门库 我教他们学一门库 我就拉李老师这三个方法要求大家 三个月当中说万元放下 把精神时间统统集中学一样 每一个人都能上台都能讲得不错 写出来的报告 我们看了也很感人 他说在新加坡接受这个培训三个月 远远超过他们过去三年佛学院 三年学很多东西 我这三个月一样 一样就成功了 那三个月一样才占到一点皮毛 如果你这一样东西学三年 你这一样东西学三十年 弥陀经学上三十年 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 无量寿经学三十年 你就是无量寿佛再来 普门平学三十年 你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真的一点不假了 所以哪个人不能称佛 哪个人不能称菩萨 问题你肯不肯干 你要懂得业闷与深复 那么这个善知识不容易遇到 有很多人说法师 你的命好 运气不错 遇到好老师 我们遇不到怎么办 古人有例子 遇不到的时候找古人